关于北约峰会更多消息 马上连线美台著华盛顿记者王宾如 宾如你好 科夫你好 那么峰会第一天有哪一些议程安排 这一次峰会还有哪一些关注的焦点呢 好的科夫我们先来看 在今天呢 今天9号中午的时候 北约秘书长将会在一个国防工业论坛上面发表讲话 然后呢是北约秘书长与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的会晤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 今天会在傍晚的时候呢 欢迎北约领导人的到来 庆祝北约成立75周年 但是呢华复这边一个普遍的看法 就是美国和欧洲的政局 国内非常的动荡 因此呢很少有人 这次呢有心情来庆祝 那么刚才你提到的这次峰会的三大议题 包括援助乌克兰提高盟国的国防能力 以及呢加强与印太四国的联系 这个主题呢被外界认为是缺乏心意 而且呢不会取得任何突破 特别是在乌克兰问题上 各国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方案呢 现在仍然觉得是低于北约一些官员的预期 而且呢在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这个议题上呢 这次并不会取得任何的突破 那么这次峰会呢 还有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 就是美国 那么回想到2021年拜登上任之初 他宣布美国回来了 结果呢到了2024年呢 拜登可能要下台了 因此呢现在北约都在观望 现在美国国内的这个选情 并且呢北约试图出台一个防范特朗普的计划 把乌克兰的防务联络小组 从美国的领导下转到北约的控制之下 目的呢就是阻止特朗普可能停止 对乌克兰的援助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这一次作为东道主 他的表现呢也是受到了美国国内和全球的关注 那么在周四的时候呢 将会迎来拜登这一次出席北约峰会的重头戏 他将会召开一个超级大型的记者会 那么届时呢也会吸引到全球媒体的关注 我们也会在现场带来第一手的资讯 特夫 好的谢谢宾如 看来这一次峰会最大的考验可能是拜登本人 谢谢 谢谢